大家好,我是《马来亚虎》的导演苏志雄 《马来亚虎》是一部关于马来西亚父亲来到台湾寻找儿子的故事 爸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没有离开马来西亚的话 我会不会过得简单一点 快乐一点 这部词原型是原本不叫马来亚虎 它是叫虎鸭 就是这次其实是因为我的犬齿 在小时候长得很像老虎的牙齿 就四个都很减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问我的奶奶 她就说我爸是生肖是属老虎 然后我其实多少都是老虎的儿子 所以那个牙齿才会长得像老虎 然后我就是 就延伸去思考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跟我爸是一个连接的话 我那时候写那个故事就说 如果我写这个角色 他是硬生生把自己的犬齿拔掉 就是为了脱离跟他爸的那个羁绊 就想看会怎么样 原本不是绘画 原本是设定他是音乐系的学生 然后让声音去让整部片更类型 更风格 后来就改成用绘画 因为声音他就没办法去把老虎给象征出来 我只能用老虎的声音 可是不可能一整部片都是老虎的声音 这样会太多 后来选择绘画也是因为绘画你可以 像字画像你就是画你自己 然后你也可以让那个幅画变成是 原本人脸变成胡脸那种感觉 就是去呈现他的异画 作为一个男人 马来西亚华人 爸爸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给外面的人看到的是好的那一面 自己最脆弱那一面是不会给外面的人看到 所以基本上他 就算他讲话 他也不会讲很多 因为他不是母亲 父亲就是会有一种大男人的形象在 他反正讲话就是简短 然后就是到重点 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这样想想 想想我爸 因为我爸跟他朋友的时候 他可以聊得很开 可是对我们的时候就是 好像他不懂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也不懂要跟他说什么 可是我们 我可以透过眼神去懂 他想要传达什么 他也是可以这样 张子夫的话 是我制片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想说他形象蛮OK的 就整个 整个风格都很贴近 首先是他的高度就有了 在他的个性吧 跟相处过程中 有感觉到 他穿着上 现在人物画面里面看到 就是跟我爸 这真的是有点像 就是我把我想做的东西就投射在作品上面 他有点像是在满足我 有点像是在跟我自己在做一个对话吧 经过马来亚湖我就跟他说我学到了 舍弃妥协跟接纳 这三个东西并不是负面的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是很正面的东西 对啰吧 问你啊 闲的马来文怎么讲 我记得 曼妮斯 巴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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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闲的马来文我忘记怎么讲了 马妮斯 什么 什么 哦 没有啦 在台湾待久了 马来文因为都退步了 等下不会讲 很鱼的 头 头是个 喇叭还是个巴拉 喇叭你的头 喇叭是椰子 片子在准备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 你要让台湾观众看得懂 可是我其实我的观众群就是 在台湾的马来西亚学生 或者是出国的游子 我的观众群就是这一群人 只是就有点像是拍给他们看 让他们想一想 就是 你们还有家人啊 会关心你 公司学生巨展马来亚湖 已经在公司Plus上架了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